一直不放下来的这个画面呢 上了全世界的这个媒体 事实上有很多的 不管是民进党支持者 还是阿比亚的支持者 甚至于民进党主席蔡经文 都认为说 这个是在欺负台湾人 伤害台湾人 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画面 背后有文章的 因为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发现说 其实本来这个车子是停在门口 然后这个陈水扁人是在里面 其实呢 这个检调也有讲 他是当庭就已经被要逮捕的 如果说给他上手铐 一点都没有不对 如果没有上手铐 那个是李玉他 好像本来并不见得要上手铐的 因为他在里面的时候 本来走出来的时候 车子在外面 就是怕这一段的路程当中 被媒体拍到 本来想说 车子就把它开进去 门关起来 这样子等到他进了车子以后 再开出来 没有人会拍到 这个是给卸任元首呢 现在要进看守所前呢 可以说最后的一丝尊严 结果这个门关了以后 又打开了 车子再开出来 到底在里面是谁 是自己要求上手铐 还是在里面 那到底有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们来关心 高喊政治迫害 台湾加油 陈水扁高举双手 秀出手铐的这个画面 有人认为 真的伤了台湾人的心 让现任总统 在深压时戴上手铐 到底有没有必要 陈云南说 根据院检罚警 以及监索借户人员 提检人犯出庭还压时 应注意事项 以及台湾高等法院 及所属各级法院 法警训练管理与借户作业 两条条文 陈水扁戴上手铐 并没有错 提检重型人犯的时候 他是应该上手铐 必要的时候 台客家脚疗或者锁链的 检方并没有乱来 只不过法律之前 还有人情 陈水扁是现任元首 难道不能给个特殊礼遇吗 特征组有口难言 把11号下午4点25分的画面 调出来看 特征组的大门一度关上了 当时还引发媒体一阵抗议 结果不到两分钟 大门又开了 陈前总统带着手铐的画面 透过现场SNG连线 就这么赤裸裸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注意看当时挡住镜头的随护 还很配合地往后退了一步 好让画面完整呈现 根据中天新闻的了解 当时陈前总统主动说 没有关系 要检方打开门 不需要关门 于是这个高举手铐的历史画面 才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现在你我的眼前 总结新闻 前一军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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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